再进入今天的我和我的祖国专题 从电影《长征》到今年的电影《建国大业》和电视剧《解放》 十几年间演员唐国强已经演出了十多次的毛主席形象了 他说这样的艺术经历寄托了他对祖国深深的情感 上世纪八十年代 唐国强作为特型演员调入八一电影制片场 到1996年电影《长征》的开拍 才让唐国强终于圆了饰演毛泽东的心愿 从此唐国强和红色题材结缘 先后在开国领袖毛泽东 长征 延安颂等十多部影视剧中出演毛主席的角色 他也逐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著名演员 在影视剧里经历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的战争岁月 让唐国强萌生了拍摄解放的念头 全景在线新中国建立的历程 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献力 当中有一场主席离开陕北去西柏坡的戏份 唐国强用富有诗意的导演手法 展现了一幅感人至深的场景 当歌声一起主席一挥手一看 这么多的山北群众 静静的都在看着他 有一个高音唱的高卢万丈平地起 苍龙窝火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解放之后 唐国强还计划拍摄讲述 1949年建国到1957年 第一部宪法诞生历程的电视剧 东方 希望通过作品来抒发自己对祖国的情感 因为建国六十年 一个甲子 我曾经说过 作为我这样一个演员来说 不可能再期待第二个甲子了 所以应该讲 生命还是有限的 如何能够把自己的生命 能够让它尽量地扩展 能够使它更有价值 就是要跟祖国连在一起 跟祖国的命运 跟祖国的文化 仅仅连在一起